樓市回调速成不少减价成交 当中更有望海单位已低于600万沽出 折合尺价不足1万 成为上车榫盘 海翠花园一个可享海景的两房一套单位 实用面积609方尺 新近以580万元逆手 折合实尺近9524元 中原地产表示 试次沽出的榫价单位 来自屋苑二座低层室 两房连一间套房间隔 望向西北 其中主人房可享全海景 原业主于11月因移民放盘 最初开价630万元 之后未有减价 为日前圣诞长假期间 有上车客出动四处看楼 及至参观上述单位时 即被期望海警官及雅致装修所吸引 即时以价欺购 原业主中减价8%或50万元 以580万元将单位沽出 据了解 原业主于2019年4月花550万元购入单位 持货于三年半转手 以账面计微赚30万元 升值约5.5% 此外 陈志生指出 屯门区于圣诞长假期间交投气氛好转 短短四天共六得26宗 二手成交个案